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是造成了我们两个中间最有分歧的一个问题 对 那基本上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的东西 不管是价值观啊 圣经上面啊 还有说我们彼此的看见啊 或对事工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matching的 就是我们的想法基本上是很类似的 包括现在所有的议题 只有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两个就是每次讨论 然后都不太有一个共识的 对 而且在这个事情呢 看法上面我们两个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对 就是有观众留言问我们说 哎 加州这么烂 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 对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还蛮有意义的 如果大家要是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加州现在的状况是比较差 就说加州这么烂 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加州烂吗 那加州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如果要说烂的话 到底有哪些问题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地方好像正在走下坡或者是真的不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吸毒所的这个东西 那你的新闻上面有报过好像蛮多次的 我比较没有碰到这个新闻 那加州这边就是建立吸毒所 然后呢 那个合法化 这个合法化 什么东西都合法化 像你如果在downtown附近的话 地上都是针头 我前年去了趟旧金山的Union Square 我拎着箱子走 我愣是不敢抬头啊 一抬头全都是帐篷 男的女的都有 然后我低着头走 就看到地上全是针头 我一瞬间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走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样子的地方绝对不是 我可以带小孩来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带我的家人来的地方 对 那不光是吸毒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 包括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在意的一件事 就是堕胎 联邦判决说 堕胎不受宪法保护之后 这个纽森呢更是对这个事情变本加厉 他把他自己好像塑造成一个 特别正义的一个英雄的人物 他就说 美国现在不让你堕胎 我们加州欢迎大家都来堕胎 所以他是要把加州 变成一个堕胎的大本营 而且是拿我们每个人的税金 欢迎各地的人来这边免费堕胎 那当时是这么说 说你堕胎可以免费 我还给你包旅馆钱 我给你包机票钱 所以这种东西是让人感觉 特别没有办法接受 甚至他们现在还在推行说 全世界 那堕胎这个议题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 那这是我完全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这我等一下会讲到 就是等下讲说 我为什么要离开加州的原因 那宪法已经说 州可以立法禁止堕胎 或者是接受堕胎 你如果州是这样觉得的话 那我们县那个San Diego 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这都不行 他们有84个人嘛 在加州的那个议会里面 说要把这个加州的宪法给改了 说改了州就说加州的宪法是保护堕胎 那这个东西呢会出现在11月期中选举的选票上面 会让大家去投票 就是说你知不支持加州的宪法改为 是可以保护堕胎的 那就像你刚才说的 一旦这个东西通过了 你哪怕Orange County 你再红 没有用 堕胎诊所一间一间开 对照样会在那边开堕胎诊所 所以州一旦通过了这个东西 你各下面的这个小地方是没有办法去推翻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不光是说堕胎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变性的问题 儿童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加州很多学区就讲说 我们现在就是要鼓励人做自己变性 帮小孩洗脑 其实你是女的哦 其实你是男的哦 其实你不是 你觉得你是 你生下来你爸爸叫你是boys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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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你是个girl You need to become yourself You can be like me See I change my gender 我改变了我的性别 那你这个样子worship一个变性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从上烂到下面 然后这从下面弹道上面 我就觉得加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方 特别在儿童变性上面 对那除了儿童变性之外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啊 家长一直在反对的就是 儿童激进的性教育的问题 他里面写很多东西 我连一个成年人 我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就你让我去读那种东西 我再不要看 对不对 但是就是他们会让小孩 而且把那些东西都画出来呀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会里面用很生动的故事来给你举例子呀 等等等等的就是在里面说 你可以跟大人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跟同性的小朋友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跟异性的小朋友怎么怎么样 之类的 所以我当时看到之后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们在性的方面给小孩这样开发 不光是对性方面的认知 你看像什么变性也随之而来了 同性也随之而来了 其实都是那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那种东西 那造成就是 加州有全美国最差的公立学校的成绩 那我们付的税 还是教育税 还是全美国最高的 而且我们还养肥了那个 加州的教室工会非常强大 他们现在这教室工会拿着钱 全部去资助那些极左的人去当政啊 哪怕我们好像感觉说很小的那种官 他们每一个都是他们放在那里的呀 那另外呢 就是加州有全美国最高的税收 我们付税付的是全美国最高的税 香烟税 然后汽油税 个人所得税 所以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们付不出这么高的税 这个加州真的就是一个对企业 还有对创业非常不friendly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加州的油价也是一直被大家 调侃的一个原因之一 曾经有一度是在洛杉矶 还是在旧金山 油价最高的那段时间 到了9块9毛9 有人排到那个牌子 9块9毛9 为什么没到10块呢 因为它那个板上没有那么多位数 第一个显示不出来10 第一个只能是单位数 所以这个油价是非常可怕的 对啊 那不止这样子 还有说什么流浪汉的问题啊 我上次看到一个东西 他还有AK47在这边 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一个人 但是有AK47 对流浪汉住在街边的帐篷里 这帮人居然还能发生枪战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那加州同时也是最多非法移民的州 所有的非法移民 透过德州了之后 他们自己就会来这边的感觉 那不只是这样子 加州还有全美国最危险的两大城市 就是洛杉矶跟旧金山 我们这边的治安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如果说今天我们报的是加州新闻的话 我们就天天拿那KTLA那个就好 每天都有枪战 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非法赛车 每天都有做这样事情 所以加州很多社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还有这里就是房价非常非常的贵 就实在是太贵了 然后就导致我认识的很多人都一直在租房 然后哪怕可能结了婚了 有了孩子了 还是在租房 那哪怕是好不容易攒够了头期款 去贷款的话 每个月还款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导致这边治安非常糟糕的 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边有鼓吹犯罪的司法系统 如果要是一直看我们节目朋友 就是知道我们一直 之前有讲过一个人 就是洛杉矶的检察长 叫做George Gascogne 这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人 他也是George Soros 这个资助的人之一 对那除了这个George Gascogne 这个人之外呢 其实在加州是 根本就是一个孕育左派的一个摇篮 像是我们现在的什么美国的议长 Nancy Pelosi 那个旧金山来的 Kamala Harris旧金山来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帅哥 加州州长Gavin Newsom 这些都是加州人 还有我们的一个Dianne Feinstein 是这个加州的参议员 要说的话多的 对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说 举例一个一个来讲 因为太多了 Erik Swarwell跟方方睡觉 反正你现在听到 美国这些很烂的政客 几乎全是从加州来的 就是加州目前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对那我们刚才录节目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讲的全部都是 加州很烂的事情 那这些理由就促成了 想要搬走好像根本就是一个 合情合理的事情 就谁还想待在这里 所以你也是想要搬走的人 其中之一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想要搬走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我不想要付税 给一个邪恶的政权 那我又不能不缴税 所以说我就只能搬走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方法 无言的对抗 对我不想要这样子付的话 唯一合法抵抗的方式 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 就像你如果讨厌美国的话 你就回大陆或者是回台湾 你讨厌台湾的话 你就去其他地方 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在那个地方 一定要去支持一个 很邪恶的政权 第二个呢就是 加州拿钱给穷人 让他们更依赖政府 而不是创造出更多 他们可以胜任的工作 就是加州很多东西 它的解决方案是说 你不要想了 你没有用了 世界对你不公平 你就听我的 我会拿别人的纳税金来养你 然后我们这边的food stamp 也是最多人使用 他们很多都是拿我们的纳税钱 还有包括他们吸的毒 很多是拿我们纳税钱 去帮他们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帮他们找医生 薪水 护士的薪水 然后整个facility 都是要我们去资助的 还有他们吸毒的针头 对 也是纳税人花钱提供的 还有包括像这个 他们之前有签一个bill 就说要赔款给奴隶的后代 对 就是要给黑人 然后要赔偿一大笔的钱 不是说所有 就是有一部分 他们就是我是奴隶的后代 那你要把这个钱赔款给我 所以很多人是在等这个赔款的事情 他们就不愿意去上班 然后怨天怨地 反正不管怪谁 就不怪自己 自己也不出于上班 其实黑人很多是很好的 黑人的移民也有很多是很好的 黑人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好的 他们是看到美国梦 然后他们来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国家 然后来这边国家工作 然后去创造自己的美国梦的 那最有问题的其实 是在美国本土长大的人 是美国长大的黑人 美国长大的华裔 美国长大的白人 这些人才是左派最常吸收的人 这边就是太多的受害者心态 所有的受害者心态的组织 全部都是立于这个地方了 那下一个就是 加州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也是好像前几个 就是他们要拿我们的钱 来杀婴儿 而不只是全国 甚至全世界的人 帮全世界的人堕胎 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不想要把我的钱 拿去给一个杀婴儿 献计孩童的政府 这个是我完全 不可以接受的 我完全反对的 那我又一定要付税 所以说 我觉得我就想要搬离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钱 还有我的这一切 虽然很少 但是再少都不能拿来杀人 我在杀人上面 我付一分一毫 我觉得都是在对不起 我自己的良心 所以说 他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税金 虽然是 耶稣说 给罗马就给罗马 你可以不用住罗马 你可以搬去其他地方 那还有一个就是 加州不在乎宪法 而且不在乎最高法院 等于说加州不在乎 美国这个国家 加州不在乎任何美国的政策 前一阵子最高法院不是说 加州的枪支管理法违宪吗 然后加州政府反而设立了 更多枪支管理法 而且更是违宪 他本来是说 枪你需要考度什么事 你要证明你的工作需要 CCW的话 就是持枪权 你才可以拿到这个持枪权的执照 最高法院就说 不行 你不能设立一个 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判断的 就是说 我认为我需要枪支 然后我要拿来说服你 你不行这个样子 你要用一个 可以被计算 可以被calculate出来的这个方法 你才可以证明说你需要枪 如果说那个人达到了这个标准的话 你就是要给他持枪权的这个执照 但是加州就说 那现在我们这个东西竟然违宪了 我们就要做一个good moral的一个证明 就是说你要证明你是好人 那怎么证明 你要把你的Facebook账号 你加地址还有什么东西 你全部都要给政府开 然后让政府来判定 说你符不符合好人的标准 对 那他可以说 你在13岁的时候 你在上面想说 你不喜欢这个卡通人物的角色 这个卡通人物是墨西哥人 你是种族歧视吗 他们可以这个样子说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他可以说 你这个人不好 所以我说我不给你枪 就是你给他权利 可以让他在你的身上挑任何的刺 然后只要他说不行 你就不行 然后好像这还是变成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因为政府说不行 政府认为你是一个危险分子 就像我们的频道 也被YouTube说 我们是国内的恐怖分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自强权 所以说加州这个样子 是我很不能接受的 那还有就是 儿童性教育实在是太严重了 就连私立学校都沦陷 很多私立学校现在也开始要教到什么 Critical Race Theory 然后什么 Sex Education 然后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 那也有很多事情是发生在 我朋友身上 然后他们是很有钱要读私立学校的 然后他跟我讲了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说 加州这个地方 实在是道德价值观实在太差了 你一定要夺回你的这个小孩的教育权才可以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物价实在是太贵了 我实在买不起这边的房子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住Arcadia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样子 那个什么 现在之后变成百万民屋 当时就是六十万七十万 然后就可以就是 哦哇哦 然后前院后院 然后一万多尺的地 然后现在百万民屋 你在Arcadia那边 好像只能就是一个普通的house而已 基本上好像随便一个房子都百万多了吧 对对对 那这个样子的通货膨胀是太夸张了 然后那时候的百万民屋 在这个时候 那个房子卖了好像四百万还是五百万 哇哦 对 你的收入有增加十倍二十倍 对 我真的就是没有钱在加州 安居乐业的去拥有一个值得买的房子 那这样子的房子 这么大一块地 然后这么好 有好的设施 有好的装潢的房子 你在其他州 你可能四十万五十万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房子 但在加州的话 你可能就是一个公寓 然后才一个studio 然后你还要跟别人share 那还有就是 政府不在乎人民 这边有太多什么rolling blackout 像说停电 断断续续的停电 就是今天我停电 然后明天你停电 轮轮着来 对对对对 是刻意停电计划停电 你的想法应该是你要保护人民 不要让这边停电才对 但是他就想说 我们就轮流停电嘛 对不对 这样子不就好了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伤火啊 被烧啊 然后严重缺水啊 人民被抢啊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没办法保护自己的 加州的法律 对于好人自我防卫的管制太多了 你在客厅里面开枪是不行的 你只能在卧室里面开 因为你在法院上 别人会说 他在你客厅里面偷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逃到卧室里去 你是不是要在客厅里面 刻意杀他 就是有人闯到你家里了 对 然后你如果要是自卫 你只要一开枪 把那人一打死 你虽然这个时候逃过了一命 但是后面的官司不知道缠你多少年 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让我们没办法保护自己 然后各式各样的法律 是在帮助这些犯罪的 所以说我很不能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个人我想要搬离加州 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基本上讲了所有加州的坏话 那刚才讲这些东西我都同意 因为全部都是事实 那为什么我要留下来 重要的几点原因 对我来说 可以打败以上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就像这次如果要是走了的话 那这次其中选举 谁来帮这些人来做呢 那一定是会有好心的义工来做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不在这里的话 那这些local的候选人 他们的确就是少了一些力量 少了一些人去帮他们宣传 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这个问题像我们刚才说 大部分都是存在在加州的政府里面 那这些人呢 能在加州政府里的 很多都是我们local选上去的了 那不管是说选的 还是他们这个左派民主党在那推的 还是说那个Jorge Soros去finding的这些人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这个区域的代表 去到那个加州的议会里面 所以我们身边的这些local的候选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是想把社区给变好 如果我们的加州想要变得更好一些 我们一定要在意local的这些选举 那往往local的选举 其实最不受人关注的 原因就是因为联邦的选举 大家会更加注意一些 因为那些官比较大 那像local的这些官呢 是比较小 很多人更是名不见经传 而且更是在共和党的这边 这些人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咱这边没有什么那个大的公司去资助 你所有的说什么特有钱的那种 加州的教师工会 还有那些电力公司 什么什么公司 人家给的全都是左派的人 共和党不给钱 很多优秀的候选人呢 我们采访过这些候选人 我都觉得是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们是很有胆量 敢在加州这样的地方 这就是说白了 这就是跟那些大公司对着干嘛 那他们不怕危险 他们愿意这样出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当然要集结这些草根的力量 去帮助他们 如果说加州要翻转的话 那我是完全相信 如果草根凝结起来的力量够巨大 一定是可以打倒那些 所谓的George Soros funding的那些人 心里没有这样一个信念的话 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不需要做了 说实话 如果要是我们一边坐着 还一边怀疑说 我感觉可能不管我们怎么做 到最后还是会烂雕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祷告也是有信心嘛 只是就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该干嘛就干嘛 那未来呢 像我们的事工 在神的带领下面 还要完成更多更多的工作 但是现阶段神给我们的事业工作 我们就要做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在这里有委身服侍的教会 不是我说我想离开就能离开的 不是说我想 因为离我家太远 所以我就就近找一个教会 不是这样的概念 因为这个教会呢 是我要建造的地方 因为教会是我的家 是我成长的地方 如果没有我的教会 我不可能信主 我也不可能找到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 我的牧师还有师母 还有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非常帮助我 而且非常帮助我们的事工 包括他的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教会真的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在这里面继续要做建造教会的工作 所以这不是说我想要离开 我就可以随便离开 我的家在这里 还有一点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 是的确是因为加州的情况不好 所以才需要改变 如果这里面要是情况特别好 那你要改变啥 你在这就是享受 说白了 就像我们之前那个 有一集视频说 那个刘志雄牧师 他就会吐槽吗 说教会里的人 老婆不舒服丈夫 等等等等的说那些问题 我听完了之后我就想说 那牧师 不对 他是长老嘛 那长老 那请问你想要牧养什么样的人 你想要牧养一百个耶稣 你想牧养 都特别完美的人吗 那说白了 那也不需要牧养了 人跟着历史的都比你好 你牧养什么呀 对吧 那我觉得在加州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到那些左派的政客 他们有的是撒旦的追随者 那种他们是故意坏 对吧 但是你看到加州很多小孩 他们其实不是故意坏 有很多小孩 他们就是信了左派那些东西 他们说什么 no justice no peace 他们有可能是真的想要justice 他们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叫justice 他们觉得黑人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的人 这些人是我们真正需要去改变的人 不管在我们的努力下面 我们到底能救多少生命 能救多少是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年轻人的这一代慢慢在走下坡路 真的都被左派这种东西洗脑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是我们要去服侍的人 是我们在和尚里面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好像中东都已经是那种情况了 为什么还是有不断的人去那边宣教 你要不就放弃好了 你别让他们得救了 你看那边人多坏呀 是不是天天信那个伊斯兰教 杀这个杀那个的 还写什么那经里面说什么要杀了犹太人 对吧 也就碰见基督徒一说耶稣要杀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那边宣教嘛 就是而且他们宣教的确有很多成果 就是那边人的确会认识耶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去 那在加州呢 说实话 其实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 生命危险 现在还没有 对 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 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块非常大的 需要去做的一个合场 这是工作在这里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你说的没错 像乱世出英雄 我们就是处于一个乱世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才有可能来改变什么东西 如果说大家都很好的话 你就像说 你随便路上薅一个人 你说来约翰福音给我拜一下 OK 那个两个可能就不需要AI 对不对 就不需要了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中的神国已经降临的这个 你随便路上一个人 哎 兄弟我要来为你祷告 就开始走 对吧 那世界已经太美好了 也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些什么价值观普及的工作 所以圣经的价值观在这个地方是迫切的 是需要的 人的得救是迫切的 是需要的 加州性泛滥 价值观紊乱 这些东西都是基督徒跟教会需要站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说 教会一定要起来 教会一定要起来 因为这是最大的一片河场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促使我们 让我们更多读圣经 更多祷告 让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让耶稣的样式真的是在这种黑暗的时代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彰显出来 那这样我们走在路上 大家一看到我们就说 这人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能做那个发光的山上的城 做光做盐 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没有神的允许 我哪里也不会去 因为你信主了之后就会知道说 不管你到哪里 你靠的都是神 不管要干什么 活着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 神跟我的河场就是在这里 我不会按照我个人的想法 随便乱跑去打乱神的计划 因为我知道 我可能认为好的 实际上不一定好 我可能现在我怎么着我都想 哎呀哪里哪里真好 哪里哪里真好 我就是得去 我去了一个打乱神的计划 第二个我去了之后我会失望 因为会发现我曾经认为好 但是我真的到这之后 我会发现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训练的是一个 顺服神 这个是我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而且神会亲自来教育的 对 就像我那时候去Tennessee 我那时候也没有说要去 就是要搬去或怎样 我只去看 觉得说哎那边很好 那我第一次要去Tennessee的时候 我就已经买好了机票 我去的前一天 这个人得COVID 那个人得COVID 我也确诊 我第一次没有去城 就是因为我得COVID 而且他那个COVID 其实还蛮严重的 对 很多人好像发烧了两天 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这人在床上躺了十来天 对 一下瘦了十几包 对 你看我现在是变瘦了 我后来我还是去Tennessee了 因为就是机票已经买好了 然后你在六个月内一定要用掉 不然的话你就是作废了 对 结果去了去一趟回来之后 一个礼拜没声音 到那了给我们群里发信息 就这样了 我说你怎么了 他讲不出来话了 对 我回来之后 我也没办法录影 然后我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我就开始认罪回感 说神啊 我只是就是在想而已 然后我没有真的 就是还没有决定要去 那去的话 你也应该给我祝福啊 还有各方面 所以说的确 我必须承认 我完全同意你这一点 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有很大的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说现在还是走 还是不能走 因为神既然安排我们在这里面服侍 你说他不会保护我们吗 他不会供应我们的需求吗 对 一切都会了 神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让你在这个地方上班 对 你就老老实实的上班 只要顺服就好 所以这个呢 当然是透过你的见证 不知道 我的两次病 他多爽啊 哎呀 我就说 因为你不知道 我祷告了有多少 你祷告我 不是吗 我当然不会祷告你生病 我只是跟神祷告说 让你明白神的心意 是这样而已 如果神要是不用这么明显的方式的话 你可能更难理解 或者是你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巧合或者怎么样 对 但是我祷告 让神能够显明他的心意给你 然后让你能够从这个里面学习到顺服的功课 感谢主 感谢弗里霞帮我祷告 我了解了 OK 大家也多帮他祷告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 神还要用他 帮他祷告 让他在加州可以某一天去参加选举 不管你是 选举 不管你是选市长啊 你还是哪一天你要决定 你要run for 州长啊 你看看 如果要是有一天神要带领你的话 我帮你做竞选经理 是哦 我很可怕的 我是 Theologian fascism OK 我是 依照圣经的法西斯主义 OK 我就把那个人全部关起来杀掉 那我认为神留我们在这 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 神不会亏待我们任何了 虽然我们可能看说这个地方不好 为什么你要这样 但是神有他不同的看见 神有对我们不同的心意 所以呢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我认为好的地方 或者是我认为舒服的地方 神给我们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对 就那雅各 以食为整 所以你也不需要担心你的小孩 神都会帮你照看 那说来说去呢 加州其实还是有好处的 这个好处我们两个在写稿子的时候 想了能有十分钟 写出来三点 你都不知道写缺点的时候 我们五分钟之内 把那条圈说完了 但是一到这个加州的好处地方 我们都耿住了 但是有一点啊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好处 就是天气 哦 加州的天气我真的喜欢 那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很便利 对 华人太多了 中餐馆也特别多 华人超市也很多 曾经认识很多人啊 就是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在这边活的也都挺好 Yeah That's a big problem 你确定是好事吗 对他们来讲是好事啊 如果年纪太大人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学 你就让他学 你学那个从一数到十 你到了十一就卡壳了 我跟你讲十一十二 就这俩数怎么也学不会了 所以你针对这样的人来讲是很友好的 还有就是 加州是拥有全美国最多共和党人口的州 没错 共和党在这个地方是人数最多的 而且呢 我们的投票率其实也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的register voter也是很高的 等于说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人在这边非常非常多 虽然在这边左派的企业很多 但是几乎所有右派的企业 还有右派的这个媒体全部都在加州 Dennis Prager的那个秀也在这个地方录 他那个radio station也在这个地方 Prager University也在这个地方 Daily Wire一开始也在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Blaze TV那些好像也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加州是一个保守派的根据地 你这个样子说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这边真的是最多保守派的东西 然后我们有最保守的John MacArthur 对不对 他够保守了吧 而且他的价值观还有各方面比很多什么在中部的那些 都好很多 还有Jack Hibbs 对 这个Cabry Chapel 对 在这里 加州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教会 还有非常多的教导 而且是非常值得我们去fight for 而且他们都在我们的身边 而且曾经投票两次同性婚姻 加州都没有通过 没错 你能想象吗 加州人民不同意同性婚姻通过 两次全部都不同意 大家投票把它都打下去了 对 所以你看加州这个地方 其实你说有没有希望 蛮有希望的 我觉得尤其是接下来左派这么乱稿 你哪怕很多民主党选民 他们也受不了了 那尽管很多共和党的东西 他们都不同意 但是他们为了去改变这个情况 社区安全谁不在意 儿童教育谁不在意 我相信他们在这些问题上 都可以达成共识 所以说加州这个地方 是有必要凝聚力量 不管怎么样 加州这个地方还是要有一个方向存在 这也是我们最应该待待待下来的原因 因为你各位想想看 所有左派的议程 全部都是从加州开始的 是 那所有右派的议程 所有这些保守派的思想 也可以从加州这边出去 是 因为加州这边有最大的港口 最多的这些visitor 有最多的theme park 如果加州变好的话 拯救的人会更多 是 这个工作还好做了呢 因为你一看到处都是问题 这工作好做 你说把你放到一个特好的地方 还得开始让你鸡蛋里挑骨头 你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开始 所以就是大家不用挑问题 你看到哪有 你就赶紧去吧 只要是我们付诸行动 所以其实不管去哪里 我们都要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之前说 有个前辈要搬到佛州去 神呼召他去佛州有事情做 对 所以真的基督徒是要听神的呼召说 神要把你放在哪里 神要让你去干什么 环境呢其实是给我们的考验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主了之后 并不是想象的一帆风顺 你马上一信主 三百万五百万的豪宅就买起来 夸夸夸 海边我也整几个港口 然后我整几条船 不是那个样子 很多时候环境是让我们更抓住神 是更加去寻求神的心意 更加去亲近神 所以不管去哪里 其实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现在开始大规模的 全面左化 你认为你逃了加州之外 你在哪里能避免吗 不可能的 在佛州 在德州 我们的新闻经常会看到 有各种左派的事情在那边发生 堕胎有没有 那个同性游行有没有 变态的那种性教育有没有 都有 所以加州如果变烂了 整个美国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癌症 如果我们要是不管的话 传染只是时间的问题 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让大家人心都能归向神 而且我们要传达 教育下一代的正确的方式 并且每个人都要站起来 尤其是教会 一定要凝聚力量 实际的付诸行动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到处都是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定可以找到方式 还有事情去做 肯定能找着活干嘛 对不对 对 那很多的人就是说 你说我们这个基督徒 要起来改变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你如果开门去看的话 到处都是问题 宣教不一定一定要到非洲 一定要到印度 一定要到哪里 宣教何堂就在门口 所以说我们有事情 在这边可以做 这个地方越乱的时候 就是我们越可以发光的时候 这个地方越黑暗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照亮别人的时候 这个地方越冷漠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带给 别人暖活的时候 所以说 在哪里我们都要做基督徒 不管你决定 是要搬去其他州 然后在那个地方 有你的新的一个calling 还是你要留在加州 其实这个答案是没有对或错的 目的就是 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 神要你做的样式 不要觉得说什么 留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看不出来 就是加州城墙已经崩塌了吗 你赶快逃走 以色列都逃了几次 你为什么还带在加州 你要跟索多玛一个在北加 俄摩拉一个在南加 你要带在这两个城市里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去哪里都要做基督徒 基督徒不怕死 基督徒要用生命来改变世界 为什么你去 那些宣教士 这么喜欢去印度 这么喜欢去非洲 就是那些最危险的地方 在那边没什么法律 可以说杀人就杀人的地方 他们都敢去 对 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神迹 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神的大能 在加州 我们可以看到反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还在这个地方的原因 所以神就是说 Ethan Felicia 走 不要回头 你回头的话就变炎柱 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必走了 那也希望大家呢 一直持续不断的 为这一次的其中选举来祷告 那我们 昨天 节目有放出来采访的这个 候选人 实在是 太优秀了 实在是太棒了 来了之后 我都想问他说 请问你是牧师吗 但是我到后来还是忘记问 我们这些候选人 每一个都很棒 每一个身上都有态度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这些人更值得我们的祷告 为他们来守望祷告 来保护他们 让我们一直到其中选举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送到加州国会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从上到下 有个反转的工作 我们再来从下到上的价值观的反转 这样的话 加州反转值日可待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会把那个 我们需要祷告的候选人 就放在我们的片尾 请大家可以按手在屏幕上面 或者为他们每一天的提名祷告 都放在你每一天的祷告的事项里面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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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